今天来烤一只鸡吃 这只鸡不是老鸡 是今年二月份那时候买的鸡 刷完锅后 差一点五斤 你这只鸡已经腌制了两天了 本来昨天要烤的 但昨天停电了 其实这只鸡还没有长大 这就是它的脚出问题了 被那个鸡卷给它坏了 然后其他鸡就去欺负它 把它弄了遍体零伤 然后我们看它被欺负的可怜 所以就 就提前把它杀了 再加上热天的话 可能它有点熬不住 两个土豆一节鸡 这个就是今天烤鸡的派菜 这个好优伙的这样 很美味 很美味 只能拿到鸡 很美味 东西 用鸡 烤卖 水 四国招呼 小薯沥 吃了一碗饭 现在来吃鸡 这个鸡已经烤了两个多小时了 我来网上看教程 别人都是烤一个小时 但是我又是没注意到 别人买的鸡比我这个鸡小的多 他们买的鸡差不多都是两斤左右 这个鸡太大 烤一个小时烤不熟 现在已经彻底熟了 外焦理论 干香干香的 我爸已经去睡觉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耐心等待着热情了 先来一个鸡腿 所以 他有没有烤鸡 鸡肉 要不要意外 红豆 鸡肉 混合 鸡肉 鸡肉 非常鸡肉 对 然后 外面这个鱼烤的很干很干 我发现这个鸡皮比鸡肉还好吃 烤的很脆很脆 咬到嘴里干香干香的 吃一块鸡皮给你们听一下 来一个鸡脖子 吃的烤鸡听着鸡脚喝的啤酒吧 这个胸部上的肉也是 这是胸部上的肉 鸡胸肉 鼻子 毛鸡肉 就只吃了一点蔬菜 所以这半只鸡留给他 待会儿他晚上要吃 晚上的时候我顺便也可以吃一下 下一次再烤鸡一定要去买一只鸡 就是买一种那种小一点的两斤重的鸡就更好了 像这个鸡太大了 烤了太久了 不过烤出来确实还是好吃 挺脆的 特别是这个鸡皮 好吧 拜拜 谢谢大家